今天我们跟大家讲 疾病预防与健康维护的第一讲 我们讲疾病的病因与疾病预防 讲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一些疑问 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疾病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疾病能否预防呢 我想这样一些问题 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对这样一些问题 来做一个讨论 这一讲主要讲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健康与疾病 什么是健康 什么是疾病 第二疾病的病因 疾病的病因是什么 第三疾病的预防 疾病能否预防 我们讲这样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讲健康与疾病 那么什么是健康呢 健康英文叫health 所谓的健康 按照全体的观念来看 就是没有病 无病就等于健康 健康就等于无病 这就是我们普遍结束的一种观点 包括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很多的医生 传统的观点 认为健康就是无病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 根据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观念 对健康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一个更高的定义 他说健康是指 生理 心理和社会根据 都取于完好的状态 那么从这个概念上来讲 健康是三维的 也就是说它包括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和社会实验能力 那么对健康这种三维的追求 就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一个 更高的一个境界 这是我们对健康的认识 肥格德来我们讲疾病 疾病的英文我们叫disease 它是什么呢 是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 受病因损害着眼以后 因为机体的自问调节 问乱也发生了 异常生命活动的过程 那这里面告诉我们 疾病 由于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而我们人体的自我的稳定和调节能力 不能适应 曲线了一整集体异常的更能状态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外来的因素 第二个 自己不能抵抗这种因素 如果有外来因素 我们人体能够抵抗它 我们也不会曲线疾病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业 那么传统意义上的疾病 就是指临床上有明显的症状和体重 比方说你发烧了 你咳嗽了 你气喘了 同时我们去做发现 我们的血液细胞有变化 我们去照片我们的X光有变化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在理论上 你生病了 这是我们讲传统意义上的 有关疾病的认识 但是在新的医学模式下 除了这样一种 对传统疾病的认识以外 还有一些 我们也认为它是疾病 比方说有一些 它只有症状 它没有体质 比方说有些人经常说 我头痛 我背痛 我腰痛 但是你到医院去检查 可能没有任何的发现 比方说你照片了 你做发现了 你都正常 但是我确实我头痛 那这样一种 在新的医学模式下 我们认为也是一种 非健康状态 也是一种疾病 那还有一种 还有一些人 他既没有症状 也没有体质 他自己感觉很好 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到医院检查也都正常 但是这只人 他的心理不健康 他的社会时间能力很差 他到哪里都睡不着觉 他到任何一个岗位 可能都不能跟人家搞好关系 那么这种人 在现代医学模式下 我们也认为是一种疾病 也认为是一种疾病 而且我们也要避免这样一些状态 这是我们对疾病的认识 现代医学我们认为 健康和疾病是相对的 在健康和疾病之间 并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横沟 说这边就是健康 这边就是疾病 实际上健康到疾病的变化 整是渐进的 整是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也就是增加 有一个飞碎的地带 那么这个飞碎地带 我们叫什么呢 那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雅健康 这就是一个飞碎地带 就从健康到疾病 增加有一个雅健康的状态 所谓雅健康 是指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 这种雅健康包括躯体性的 比方说 它表现就是没精神 精神不重 疲劳 这时候我们可能也不诊断 它有病 还有心理性的 那时候它就表示为心情烦躁 一路等等 还有一种人际交往性的 它表现为一种人际关系的不稳定 心理距离很大 有孤独感等等 这些我们还 它还没有进入到一种 疾病的状态 那么这些状态我们都把它叫做雅健康 有躯体性 心理性 和人际交往性等等 现在我们有研究认为 说90%以上的人都取雅健康状态 这个比例就很高了 也就是说绝对健康的人 其实是很少的 像我在这里讲话 我感觉很健康 实际上我也是经常感觉没进 可能也是一种躯体性的 这样一种雅健康状态 就是雅健康人群可能达90%以上 但是这种状态我们要引起高度的关注 它可能像疾病状态的转化 可能像疾病状态转化 当然我们做得好 它可能像健康状态转化 也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量变到质病的过程 我们希望这个量往这个疾病比较少 而健康比较多的这个方向 而健康比较多的这个方向转化 这是我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 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疾病的病因 疾病的病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 人类对疾病的认识 也在不断的变化中 在古老的时代 你要问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那就会有人告诉你啊 那是上帝的意思 是神在宠罚你 说啊那你上辈子你没做好事 所以现在要搞个疾病来折磨一下你 这叫神法修所 当然这人修所 鼓励大家要去做好事 不要做坏事 对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还是有极其意义的 但是很显然对疾病的认识 是毫无所知的 完全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人类就把它归居于神 那就是上帝 那就是神 因为你不知道吗 那么谁做科学的发展 我们国家大概在根源前两百年 在西汉的时候 就提出了金魔水火头 阴阳五行修所 阴阳五行修所 那就是啊 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就是阴阳五行的 这样的不平衡 不对称 问乱了 五行相克 阴阳要相互的平衡 这样才能维持健康 否则的话 就会生病 这个是我们的祖先 最早 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来认识人的级别 这样一个学书 在现代的争议里面 还是它的争议的一个基础 那现在你就学争议 争议要跟你惯的 就是一个阴阳五行修所 这是一个争议里面最重要的修所 那这个在耕耘前两百年 耕耘前两百年 这种学书 说明了 我们祖先对人类疾病的认识 已经认为这个疾病 是由反景征的某些物质导致的 而不是由神或上帝 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观点 但是这样一种学书 不能解释清楚 疾病的发生 不能解释清楚疾病的发生 到19世纪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随着显微镜的发展 随着细菌学等等 微生物理论的发展 人类对疾病的认识 学行了生物致病的修所 因为在19世纪 一方面是由于 大量的导致人类死亡的疾病 都是传染病 活乱 天花 等等 麻疹 流感 结合 等等 大量的导致人类死亡的 都是传染病 而这个时候 显微镜和微生物的理论发展 所以我们从这些疾病的病人身上 我们就找到了这样一些细菌和病毒 这时候 生物致病修所就产生了 就是人为什么会得病呢 因为有骨症生物感染到你的体内 所以得病 那么这样一个理论统治了100多年 整个19世纪 基本上人类认识病因 就是这样一个生物致病修所 但是到20世纪 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影响人类健康的 已经不单纯是传染病 有很多的非传染病出现了 非传染病导致人类健康和死亡 已经逐步上升到比较重要的地位了 传染病慢慢减少了 所以在非传染病里面 很多我们是找不到生物病因的 打个比方说高血压 对吧 高血压非常常见 但是我们从高血压病人里面 有没有找到生物致病因呢 有没有找到细菌和病毒呢 没有 没有 所以这样一来 20世纪我们就创立了生态学的模型 从生态学的角度 把人类放到这样一个生态学的 这样一个模型里面 来认识它的健康和疾病的问题 来认识健康和疾病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又有一些天平模型 三角模型 三角模型 轮状模型等等 那这些模型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认为人类的健康和疾病 是与病因 蜀举和环境 这三者的一个共同的变化 这个病因不一定是生物学的 有无理的 有化学的等等 同时 蜀举的还有些其他的因素 那么这里面 你只要这三者能够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能维持健康 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 疾病就会发生 这是二十世纪 以后我们进入到生态学模型的时代 也就是说 人类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 随着科学的发展 随着病因谱的变化 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在现在二十一世纪了 我们科学已经非常发达了 还有没有人相信神和上帝呢 还有没有人说 这个疾病是上帝的呢 是神的决定的呢 有没有 我们同学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这种人 有 有 为什么有 其实有很简单 就是因为还有很多的疾病 我们不清楚它的病因 不清楚人家就会规矩上帝 这是一个古老就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你要不清楚 就是上帝决定的 因为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病因 是不清楚的 是搞不清楚的 所以还有人信神 还有人信神 这是我们讲 人类对疾病病因的认识 那么这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在根根卫视领域 在现代流行病学 我们所认可的一种 现代病因的概念 现代流行病人认为什么是病因呢 我们说那些能使人群 发病概率升高的因子 就是病因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说 抽烟这样一种行为 这样一种因素 它使我们这个抽烟的人群 发生肺癌的概率增加了 我们就认为 抽烟可能是肺癌的一个病因 就这样一个现代病因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在前面的模式衍生过来的 这个概念是极具有操作性的 那么这个概念在根根卫视上有什么意义呢 想一想我们有同学能回答吗 这样一个概念在根根卫视上有什么意义 请我们同学回答一下 请 我们如果通过有些病因 调查和研究发现 吸烟可能是导致肺癌升高的这样一个因素 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 来减少我们肺癌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这样可以达到这个预防和控制的及时性 而不需要具体的知道 我们抽烟是怎样导致肺癌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机制 才来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 这样就为我们预防和控制疾病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好的 完全正确 谢谢 这样一个概念 对根根卫视来讲意义在哪儿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了解 这样一个病因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导致疾病的 我们就可以 根据这个定义就可以采取措施 控烟 这个人群控烟了 这个疾病马上就会下降 马上就会下降 我们不需要去了解那样一个机制 因为了解那个机制的话 要搞清楚的话 可能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都不一样 那我们不去搞清楚 就能够采取措施 我们就能够提前的介义 来预防疾病的发生 所以这样一个概念来讲 对公共医生预防疾病 就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我们老百姓来讲 我们也不需要去了解它那个机制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东西 它会使我得某一种病的概率增加 那么我就要避免这样一个因素 在我的身上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病因的整类 病因的整类包括数据的自身的因素 数据自身因素 又有先天性的和后天的 先天性的有 性别遗传 趋神缺陷等等 趋神缺陷本身又是遗传和房间 双症因素作用的结果 不良的遗传基因是通过父母 直接传给子代的 那么这种不良的基因 可以导致我们常见的所谓遗传病 也可以导致对某种疾病的 一种遗感的状态 它不是把这种病 直接遗传给你的子女 而是遗传了一种易感的状态 比方说一些易感的 癌症的易感基因 那有些家族它就很容易对癌症 不是说它一定会得 它很容易对癌症 它只要结束了这个致癌物 它就可能发生癌症 这种我们说这种家族 或者说这个人 它席代了某种癌症的易感基因 这种遗传 也是遗传的一种 也是遗传的一种 另外后天的因素 后天的因素 包括年龄 生长 发育 营养状态 体格 行为类型 心理特征及免娱 这些我们都能理解 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个疾病的发生会不一样 那么生长 发育 营养 体格都会跟这个疾病有关系 对吧 因为你的这个 生长发育的好 你的体格很强壮 你的抵抗力就强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免娱 但免娱实际上有几种 免娱有免娱保护 还有过敏 过敏是一种免娱的过度 免娱的过度 所以不要以假免娱 接假免娱就是好的 免娱也有不好的 像过敏反应 像自身免娱性疾病 这是不好的 那好的当然有免娱保护 另外不良的行为 我们现在关注比方说抽烟 酗酒 熬夜 暴饮暴食等等 这些我们都认为对健康都不利 另外心理的因素 现在研究的也很多了 我们说精神压力 心理胶内 它不仅仅是精神病 抑郁症 胶内症的病因 同时也是其他系统疾病的原型 因为这种心理的压力和障碍 它会导致你的抵抗力下降 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 我们遇到紧张 压力和悲伤事件的时候 可以导致恐惧 这样急受分泌会增加 血压 血糖和消化系统等等 都可能确信变化 整流的发生力都有可能增强 所以心理因素 在疾病的发生之中 也有很镇压的作用 这是我们讲 集体本身的 第二大块就是繁减因素 繁减因素 一个是繁减人的生物因素 这个是从19世纪 我们就非常关注的一点 生物因素包括病人维生物 以及寄生层 感染的动物 某些困针 以及食欲的动植物等等 这类因素的致病作用 主要靠它的清晰力和毒力 清晰力和毒力 比方说这个季节被蛇咬 这个蛇咬清晰了 同时它致命的是它的毒力 而不是咬的那个伤口 第二发生因素 发生因素包括天原的 有毒动植物 镇金属 以及其他有毒的发生物品 那么这一块现在很多了 发生药品 发生药品 不能过量 我们讲我们吃的西药 大多数都是发生药品 一定量的当然能够致病了 一旦过量就是有毒的 微量元素和营养素 微量元素和营养素 过少了不行 过多了也不行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不是说这个东西 我给你大量的补充就好 过多了也不行了 比方说浮 浮少了不行 浮多了也不行 这次既要防止过少 也要防止过量 另外物理营兽 包括升光电热 辐射等等 这些都是对人体健康 有影响的一些物理因素 物理因素 第三是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这里面 比方说有人口因素 包括人口的规模 密度 结构 家庭 这家庭里面有家庭的构成 分营状态 家庭成员的沟通等等 都对健康费有影响 另外有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这里面有政策法规 劳动就业 社会资源的配置 收益分配 社会福利 劳保 卫生服务 交通等等等等 但我们国家现在正在 努力地构建一个 和谐的健康的社会 在这方面在努力 第三就是文化系数 教育文化 饮食习惯 增教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 跟一些疾病有关系 这是我们讲的病因 有机体的 有繁金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讲疾病的预防 我们知道这个疾病 是怎么样发生的了 它的病因有多少 我们就可以考虑来预防它 来预防它 那么针对数据因素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病因不畏服来自数据和环境吗 我们针对数据能做什么呢 第一 先天因素 先天因素包括孕前和孕期的保健 那就是这个小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在他发孕之前 我们就要保健 就要做保健 通过遗传咨询和检测 来预防一些遗传病的发生 那么针对后天的因素 数据不是有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吗 真的后天因素做什么呢 包括活力的营养 保持体格 良好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另外避免过敏语言的刺激 通过免疫预防和保护 这样一些措施 这样一些措施 有研究提示说 高超的医疗技术 只能减少10%的过早死亡 而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 就能够减少70%的过早死亡 可以预防80%的冠性病 90%的二型糖尿病 55%的高血压 以及1%的整瘤的发生 大家看一下这种数据 我们用很多高超的医疗技术 能够减少10%的过早死亡 但是我们只要我们自身 能够改变一些这样的行为生活方式 就能够减少70%到90%的 这样的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来做一些什么 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来预防疾病 这一点很重要 针对繁减因素 针对繁减因素 我们就是避免接触这些不利的因素 包括避免维生物 有毒植物 这些正经俗 发泄物质等等 这一类我们叫做避免接触 还有一类我们叫做为止食量 比方说营养素 微量元素 发泄药品 比方说营养素 你不能不吃东西了 但要不吃东西人就会饿死去了 但是你吃的太多了 现在我们很多人吃的太多了 就肥胖了 高血压了 糖尿病都来了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叫做为止食量 为止食量 第三 针对社会因素 针对社会因素 我们预防即便是 维持社会的稳定 促进社会的发展 提供良好的劳保 设施与卫生服务 养生良好的饮食习惯等等 这个讲 这个是我们的政府 一直在做的事情 一直在做的事情 而且做得非常好 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讲 跟大家讲的主要内容 整体来讲 我们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 健康和疾病 不是由上帝决定的 不管你明确还是不明确 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都要深信 疾病和健康 不是上帝决定的 绝大多数是可以 由自己掌握的 不要去算命啊 这个你自己 就可以改变你的行为 什么方式 就可以维持健康 第二条 只要全面省视自己的生活 逐步改善生活习惯 提高生活质量 远离疾病是可能的 要蓄力信息 最后我们走国为 远离疾病 健康的生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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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